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万三距离当时封关一万八千点 已经长超过五千点了 对不对 那面对天天都在创新高 几乎天天都在喷的行情 同志朋友 你开心吗 我们来看 收盘涨四百五十二点 今天上涨的加速三百四十二加 下跌的加速五百九十加 光是下跌的加速比上涨的加速 要多出两百五十加 几乎要多了一倍 那更不要讲还有平盘的 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集中市场大涨的过程 我们看到贵买指数居然是黑的 那更不用说了嘛 对不对 黑的一定是下跌的加速多嘛 对不对 你看下跌的加速五百一十加 上涨的加速只有两百三十六加 也是超过一倍啊 换句话说 今天集中市场 纵使又改写历史新高记录 但是多数人在今天他是不开心的 甚至于可能还有人几乎要暴气了 气什么 怎么都在买大半 我的股票都买气 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啊 有没有 但是在这边啊 先跟大家共勉 做股票不要暴气 来股票赚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如果做股票来这边生气 那你还不如囤定囤就好了呢 对不对 没有必要 但是你说那没有赚钱 就没赚到这事实啊 那怎么办呢 调整嘛 调整嘛 我一直告诉各位 为什么 行情明明在创高 很多股票都轮流在创新高 不是只有行情大盘在创新高 其实很多股票的股价也在创新高 那照说你的一个财富 我们不要说创新高呢 至少也要涨到你有感嘛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 你会没有感觉 我说过这才是问题所在 你要去调整 好那我说过这段时间 从我侧面的 的一个了解 跟很多投资朋友有一个 对谈过后 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是大家最 普遍所面临的一个盲点 那就是什么 落后跟风 什么叫落后跟风 今天你要买什么股票 我过去问各位了 你今天要买什么股票 你怎么选了 你是不是一定看 多数的 今天盘面上这些什么专家权威呢 你信得过 你信任的嘛 对不对 他们推荐什么股票嘛 那你再看看 你信任的这些专家权威名师名嘴 甚至于包含现在网红也在推股票 大概是乱象一堆啊 网红怎么能够推股票 他们又没有牌 对不对 那不管了 反正主管机关不管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大家所信任的这些资讯的一个来源 他们所推荐的股票 那一定是你重要的参考之一嘛 对不对 那你再去归纳他们所 推荐给你的股票是什么 都很强对不对 每个都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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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都很强 都是目前的强势股啊 哇涨停板的涨停板 创新高的创新高 赞 对不对 你一定也这样觉得 赞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但是有一个问题存在 这也是我在过去里面 在节目里面一直告诉各位 现在这在创新高 正在大涨的这些股票 表面上看起来很赞 而且你说的方向对不对 对股票好不好 好 但是问题在哪里 已经涨一段的股票 现在在高档 我请问各位 你这个时候来买 他们告诉你有多好 有多好 你一定很想买吧 你这个时候去买这些股票 你的成本比人家低档买进的 是不是高很多 你的成本高很多 你风险是不是就高很多 你风险高很多 你的胜算是不是就低很多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纵使你敢买 你说没有关系 反正做股票 就是拼嘛 把拼下去 把吹下去 不用怕 但是不用怕 你也不敢买这个 你成本高 你风险又高 你敢重压吗 你敢买我已经很佩服你了 对不对 不要讲重压了 所以你一定怎么样 我象征性的买个一张两张 问一下导游代表 我存在过嘛 对不对 刷一个存在感 那如果说你只买个一张两张 你说一个存在感 那纵使再涨 第一个 你赚不到大钱 纵使再涨 你就赚不到大钱了 那不要说 如果跌下来 因为涨高了 你总要拉拔 喝杯水 喘口气 他很可能会修正 那一修正下来 你是不是又被套在高点 你是又被套在高点 所以 我说 你落后跟风 不是股票不好 而是你切入的时候 你是跟着大家进去的 尤其都已经大涨一段 你是落后的跟风啊 你落后跟风 你如何能赢 那该怎么办 你要反过来嘛 你要领先市场嘛 你领先市场 我告诉你 不赚也难呢 我这样说好 在股市里面 当大家把股价都轰上去了 股价都上去了 你要花很高的风险 花很多的钱去买 你当然你的胜算就不大啊 可是相对的 如果说在还没有人 发现他的时候 就好比 山上的松露 被你找到了 你把它挖出来 是不是能够赚大钱 来 过程我就不讲了 一百七一百八 声达科 低轨未经 有没有领先市场 当时谁在讲 Nobody 一个人了 没有了 那后来 从一百七 一百八 涨到两百 涨到两百五 甚至涨到了三百块 来 山达科 买来看一下 有没有 当时我带你买进在这里啊 有没有 我带你买进在这里啊 四月十八 有没有 啊后来这里都没能讲 没能讲没能讲 哇不得了啊 涨到了两百八两百九 各路人马 各路英雄好汉又齐聚一堂 那这个时候 对不对 你在信任的这些专家权威 名师名嘴 加上网红 全部告诉你 我说赞耶 低轨卫星 赞 未来趋势 多好多多好 来 你来买 我请问各位 你看图说故事就好嘛 我不要说你赔多少啦 你哪一个有大赚啊 我没说你买在这一天 我还没说你买在最高点这一天了 就说已经来到这里 两百八两百九 大家都来追的时候 你看今天 二八六 你有赚吗 还是你在等解套 那这档股票 你赚不到吗 如果同一档股票 你跟我买在一百七一百八 没人跟你抢的股票 我当时还是连续买进 这不用我多讲了吧 我看好的股票就是连续买进 买得低买得到买得多 重压 对不对 低档的股票你还不敢重压 那什么股票你敢重压 对不对 好 重压的股票从一百七一百八 涨到两百两百两百五三百 重压你没有卖在三一三 也不要说你卖在三字头了 你随便卖在两百八两百九 你再来告诉我 你一百七一百八买的 你重压的股票涨一百块 一百七十几的股票涨一百块 这样有超过五十八吗 你重压的股票超过五十八的涨幅 你告诉我你会无感吗 你会想暴气吗 同样的情况 细微 大家在AI 当然我AI我也是看好 只不过我跟大家的AI不一样 我说我不喜欢跟风 我喜欢特立独行 所以我们掌握的AI 就跟人家不一样 我的是细微 过程我不讲了 基本面部分我也不说了 有没有 重点是我在讲这个细微的时候 谁在讲 我再告诉你AI BIOS 有没有 利多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三百出头在买细微的时候 谁在讲细微 后来涨到多少 后来从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五 哇 冲到了四百块 来细微 你看最高涨到四四五 你三百块出头买的股票 涨到四四五 也不要说你卖在四四五 我说我也卖在三百八的几而已 那我再请问各位 你三百出头买的股票 你在三百八的几 三百九 你把他卖掉 你少说也有三十% 对不对 而且是没有起涨前 你就重压了股票 涨三十% 一百万就三十万 两百万就六十万 你再来告诉我 你会无感 你会赚不到 你会想暴气 可能吗 可是相对的 如果说等到涨上来 是不是一堆人又在细微了 因为利多公布了嘛 六月四到六月五号 是不是一堆人在公布了 利多出来以后 大家来追 冲高了 冲高你来追 要刚好追在最高点 你看今天收盘剩多少 剩三百九十八 你要到四四五 是不多啦 一根半的停板而已 你也慢慢等 我很大均的股票 你这么单减套 三十五% 又是不是再一次印证 你落后跟风 你如何能赢 你领先市场 是不是不赚也难 同样的情况 现在盘面上最火红 最多人讲的是什么 重电 对不对 现在大家是不是讲重电 这个礼拜 大家全部都在讲重电 要不然怎么样 从上个礼拜 也是开始讲 这个礼拜 全部都在讲重电 重电好不好 好啊 我也买重电的 问题是我中间什么时候买的 一样啊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只是拥有这样一个讯息 你是我们股市卧宾和Lite 的官方账号 的一个成员 对不对 我们的家族朋友 你就一定拥有这个讯息 6月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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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 东湖放假之前 那个时候盘面上 大家在追什么 不是现在的重电 大家在追AI 大家在重AI 但是我很清楚的告诉你 资金已经开始转入低位阶的 重电电线电缆 我不是事后放马后炮 这白子黑字哦 所有我们股市卧宾 并像Lite官方账号的一个朋友 都可以见证哦 赶快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看 有没有这样的讯息 这个资讯 这个群组 完全是一个服务性质 他没有收费 你也不用缴钱 盘前的包含美股的一个解析啦 对台股的一个预测啦 又或者在盘后 对于今天盘式的综合的一个解说啦 甚至于接了下来 明天我们看好的一个股票 你只要掌握到 不用说什么啦 来啦 你只要掌握到这一通讯息就好 端午节前6月7号的重电 你随便买 你随便挑一档 不管今天的市电 今天的中兴电 今天的一个华城 你随便挑一档去买啦 我们就说龙头的华城就好了 来6月7号那一天 股价还在6字头 最低 收盘也不过就在742 你随便这三档 随便挑一档去买啦 到今天你看 华城现在涨到964 你买在7字头 你说啊 你看到这个讯息是盘后 我要我能买也不过 要到礼拜二啊 放完价回来有没有 好 礼拜二放完价回来 我们是不是就开始 带我们会员买进了 那一天开盘750 最低742 我说也不要让你买在最低点742 也不要说你买在开盘价 我加10块给你好不好 我让你买在760好不好 涨到964块 你760买的股票 涨到964块 几天 4天 涨多少 200 一张20万 你部位大一点的 你有5张有10张 你自己算一下这样多少钱 如果你4天 你能够赚一百万两百万 我请问你 你会看到今天大盘在大涨 你会爆气吗 你会无感吗 绝对不可能 你看最近这一波就好了 声达科低轨卫星 有没有领先市场 细微 有没有领先市场 这一次的重店 有没有领先市场 你只要能够领先市场 有没有 不赚也难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对不对 还没有加入的 赶快把握机会 好 QR Code扫描下来 至少你可以知道我们看好的方向在哪里 在市场还没有发动之前 在市场还没有盲目来追加之前 你就可以跟着我们先布局 先卡位 你不是盲目的去跟风 你是走在前面 让大家来跟着我们 你是从原本的追随者 变成是一个领导者 那领导者跟追随者差在哪里 就这里 落后跟风 如何能赢 领先市场 你是不是不赚也难 跟大家共鸣 方法调整一下 你就会是赢家 好 那重点来咯 来到这个位置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好消息 行情没走完 纵使涨了5000点 就目前主客观的条件 我认为行情没有走完 但是怎么样 但是会震 因为现在 乖理太大了 他会震 但是会震未必是坏事 因为他还在轮动 所以对于接下来会涨的股票 他就提供一个怎么样 很好的买点嘛 对不对 但是对于接下来会涨的股票 你怎么去掌握 题材在哪里 你说我知道了 AI嘛 重点嘛 现在有人说生计 七月生计月嘛 这些大家都在讲的 你认为他未来会有很大的 我不是说他不会涨 但是这些题材都已经在排面上发酵一段时间了 你认为他的筹码会非常干净吗 你认为他的空间会非常大吗 不是不会涨 可是我说你做股票我们要掌握最强空间最大的吗 什么样的股票能够最强空间最大爆发力最强 一定是怎么样 这个题材他还没有爆发出来吗 还没有很多人在里面缴获 筹码干净嘛 他的位阶也会比较低嘛 如果筹码干净 位阶又低 题材又是没有在市场上发酵过的 未来会发酵的 你认为这种股票会不会喷 这种股票如果像声达科像细维像重电 端午节前的重电 你在他发动之前你先布局先卡位 我不管你前面有没有赶 至少这一档从这一档开始 你就会有赶了 来看这边 全新的题材 不是现在大家在讲什么AI啦 重电啦什么生计的都不是 既然是一个全新的题材没有发酵过的 这里面最强的空间最大的 是不是就是一档全新的标股 那如果未来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标股 现在的股价又不贵 多少钱 一百块以下 我请问各位 一百块以下你买不起吗 你买不够吗 你纵使只有几十万 你都可以买好几张啊 所以一定要领先市场 不赚也难 我们先卡位先买 好了怎么样 能够跟上我们先卡位先买 这档股票来注意听 我今天广邀大家 广邀大家 我们共同来见证 我讲来前面了 当时的声达科跟系维 跟端午节前的重电一样 我广邀大家来见证 我带你优先来布局这两股票 你今天只要在我们股市博兵汉 LINE AT的官方账号留言 先卡位 先卡位加上你的联络方式 今天只要登记完成的 我就会给大家一个完全没有负担的 一个活动一个方案 让大家可以在最轻松的模式下面 能够跟上我们的操作 当然也能够领先掌握到这档股票 让接下来不管行情再怎么喷 不管行情再怎么涨 你不会是那个暴气的人 你会非常的有感 一切就从这一档 全新题材 全新标股开始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再会订阅合同16分钟 明天再会订阅